因为这讲的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现在你知道答案 那什么叫做机轮车运输如何做事 所以你要来理清 因为它完全不一样 除了我刚刚讲的 个人经营、计程车、客运业 跟这里的个人机轮车 这两个是一样的以外 其他都是不一样的公司和单位 什么叫机轮车客运服务业 什么叫机轮车客运业 你会发现差两个字就是服务 机轮车客运服务业比较长的 它就是讲的 你在路上看的台湾大车队 大都会、大街市、幼儿市 乌文的宏观大车队 它就是车队 讲的就是车辆派遣 讲的就是车辆派遣 所以叫做机轮车客运服务业 文言文叫机轮车客运服务业 白话文叫做车队 什么叫机轮车客运业 文言文叫机轮车客运业 白话文叫车行 所以上面是车队 第二个是车行 车行讲的是什么 以小客车出租车客运 车商要装机会去 这只是小轮 车身颜色要编号一支18号存款颜色 这也是底部 编号一支18号存款颜色 所以讲的是机车车 再来刚才有讲一个 个人经营计程车客运业 就是计个人车行的意思 就是个人车行 它有比较常见的三个条件 比如说你持有职登六年 然后在后面三年 这个违规纪典 部分是服务的 没有违规纪典 那你可以申请个人车 你就不用找机车客运业 靠好 这是一个资格 我现在讲个人车行 个人经营机车客运业 个人车行 第二个 比如说你的身心障碍所策 直接申请个人车行 你就不用去车行 靠好 就直接申请 你就是一张牌 第三个 这个共产机关 试证我们表达 你为优良 驾驶 你也可以直接申请个人车 不然的话 全部的计程车 多元计程车 还有小计程车 都一定要到计程车 客运业 都一定要到计程车行这边靠好 如果你有农民的资格 你可以找农车来靠好 如果退附军人农民的资格 这个也是计程车行的意思 所以就理性的 还有一个人要讲到 叫做运输合作社 叫做计程车运输合作社 因为当时台不足 台不足的情况下 政府机关用 政府刚才用 合作社法 公务法 计程车运输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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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样加入活货 合作社之后 一样有一张台可以用 在路上看到 比如说 感谢观看